欢迎来英语兔做客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兔老爹 这次我们来讲一讲英语DJ音标中的 ear这个音 它是这么发音的 这是一个DJ音标中的双元音 写作这个符号 也就是i和a连在一起 在剧中输写时 音标一般放在一头一尾的斜杠里 像这样 以免和字母混淆 我们说它是双元音 英文是diphthon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元音组成 它其实就是从起始的i快速滑向a 发音一定要连贯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 ear在几个单词中的发音 area idea idea various dear fear hear 因为这个双元音包含i和a 所以常见的错误其实就是i和a这两个音的常见错误 不要把其中的i读成咱们中文普通话里的i 也不要把i读成普通话的i以下是错误读音 请避免 area idea various dear fear hear 另外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 从i到i过渡时直接把舌端往口腔后部上扬 导致把末尾的a误读成卷舌的普通话的r 比如把idea读成idea 请注意 如果是读音音 单词拼写即使出现字母r 单词内部也不会r化 也就是r colorization 如果是读美音 只有单词内部出现字母r 才有可能r化 像idea这样的词里根本就没有字母r 所以就算在美音中 这个单词也不会有r这个音出现 idea怎么也不可能是idea 这样的错误也要避免 这个ear在老版的DJ音标中写作这个符号 新版把其中的这个符号改写成了这样 ear在KK音标中的对应音标也是ear 两者写法和发音基本一致 在美式英语中 和英式英语对应的单词里如果出现字母r 这个音音中的ear往往在KK音标中写作ear 读音是ear 请听以下单词的英美发音区别 音是英语 dear fear hear 美是英语 dear fear hear 不过如果单词内没有r 也就是美音的r 则音音美音都是ear 比如idea 好的 ear这个音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这个音难发吗 是否还有疑问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图老爹 而如果你觉得英语图有用的话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 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